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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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马祖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蓝域 以及恒川半岛会有长浪的现象 甚至到星期四 台风已经移动到西南端陆地或是海面的时候 除了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蓝域 恒川半岛以外 连中南部沿海和澎湖金门都会有长浪的现象 也在提醒大家 海面的风力正逐渐增强中 目前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 以及恒川半岛 浪高已经增大到四米以上 随着台风再靠近 台湾附近海面的所有海面的风浪都会再增大 尤其在台东沿海 以及恒川半岛沿海 浪高会增大到六米以上 其他各海面的浪高也都有三到四米以上 所以这两天 海面上的作业活动 提醒大家最好不要从事 至于在风的观测上 从清晨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阵风是出现在蓝宇十一级 然后接下来就是澎湖的九级 以及台东成功的八级 至于其他各沿海 大部分地区已经有六级到七级左右的强阵风 我们预估在未来的时间 今天傍晚到今天深夜这段时间 其实大部分地区风力还是持续是这么的强 其中在绿道蓝宇还是有十到十一级的强阵风 澎湖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马祖的风力也稍微增强 强阵风增强到八到九级 平均风也增强到五到六级 这样的风力会持续到明天清晨 那明天白天以后随着台风靠近 强阵风的状况会又再更显著 而气象局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的特报 提醒大家 我们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台湖中 花莲台东 包括绿岛蓝宇 恒春半岛 以及桃源以南的地区 还有澎湖静门马祖 普遍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而甚至明天以后在台东 包括绿岛蓝宇 恒春 以及澎湖会有十二级以上的强阵风 那刚刚没有提到其他地方 事实上也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这种情形请多留意 至于在天气方面 我们来看一看雷达回坡 今天我们只告诉大家 有外围的环流逐渐在靠近 其实我们也告诉大家 今天影响的还是以北部东北部为主 从雷达回坡上可以看到 台风中心还在这个图形的外面都南侧 然后呢外围环流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海面上 有部分的环流渐渐移进到北部和东北部的陆地 今天越晚的时候 北部东北部降雨几率就会比较高了 我们也提醒在东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当然花东地区临星会是降雨 至于明天开始 随着台风靠近 我们说星期三星期四是降雨最为明显的 除了东北部以外 明天清晨开始 莲花莲台东和恒春明天一早开始就下雨 而且在星期三星期四两天 这整个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时间长 雨是大如意出现豪雨或局部性的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至于其他地区也断去有降雨 像北部我们预估是今天晚上开始有些下雨的现象 在星期三星期四也断去下雨 南部地区可能要到明天比较晚 比如说晚上以后才开始断去下雨的情形 而其他各地也断去渐渐的出现下雨 至于其他各地的雨势 我们预估在北部地区 南部地区 中部山区 会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 那当然也预估随着星期六台风离开以后 这样的降雨形态会比较缓和下来 最后也提醒大家 小犬台风和环流其实并不小 它的外温环流正在靠近中 可是台湾附近已经有长浪现象 这几天沿海的强震风 长浪情形 海面风力也明显增大 提醒大家海面上最后活动 再提醒测还是不要从事 至于在降雨方面 首当其冲 就整个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川半岛 以后两天容易出现豪雨 或局部性的大豪雨 或是更大的雨 而其他各地所下来的雨 随着不同的时序 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雨 所以在台风影响之下 提醒要多留意 最后提醒 这几天刚好是大潮 在花莲以南的沿海滴挖地区 还有西南部的沿海滴挖地区 要流行这种有时候 比较明显的剧烈的降雨 会让沿海海水倒灌 或是积淹水的危险 这些也请多注意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